我们来示范一下所谓的匿名函数到底是怎么用 所以我这边呢 我来试一个 例如说我今天建立一个array 等于 1,2,3 那接下来呢我希望说写一个function表each 然后呢在each里面呢传一个f 这是第一个字的array 好,ok,这样子 第一个字的array 然后第二个字是f 那f就是一个function point 然后我就用for i,e,array 然后呢我叫i,z,b,a 叫f array 好,那各位看一下 这样看这个程式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惠罚的遗当 如果可以理解的话就好 那我现在用each 我得再结合o 我现在用命名函数呢 tongue 然后呢 就each array 所以我要用个 o代表固件 好,那这里面呢 好,那这里面呢 我就用console.rope rope 然后perset s就是自算 把这个o印出来 好,我来试一下 这个叫做anonymous 太长了 就方形好 方形1.js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对啊,我还没真正有执行 有啊,这样已经算 这样已经算有 有输出了嘛 那我把这个停掉一下 我用note 好 好 等一下,它没输出 我看一下 是哪里写错误 好,异曲的 第1个参数 是enway 好,ok 它有输出123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会输出123 好 异曲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enway 另外一个是方形 结果方形 结果方形 就是这个f ok 所以呢,我让它每一个f 都去执行这个lai 所以它就会把 正列的 每一个 输出一次console.rope 这就输出了 我建议各位试试看 我把这样一个程式 先贴到 试试看 我试试看 然后试着去理解 这种 逆名函数的写法 这几乎是 要学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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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长 那这里是跟它整个 整个设计的架构 会有关系的 先给各位一个这样的 简单的例子 让我清楚听名人数 试看